來來我們開始話題上 現在保路3進入消隊可以一插能夠插出10萬 能不能威脅到迷路綻放隊的地位 同樣是隊群現在有消的傷害也非常高 貓士們你先說 消的一個問題是始終就是他是一個3Q隊 就是現在的消法班三人組 你剩下一個位置可以搖擺嗎 這個消法班三人組他是三個Q 而且是你要三個Q連開 如果說能循環的情況下 那確實現在消的強度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問題就是每次玩消的時候都會面臨補刀的問題 或者是循環的問題 就是打的比較的小心吧 不敢不敢放開去打 不過這期實在如果消你是打下的話其實還好 因為第二間其實他幫你放了4個殘球怪嘛 然後第三間的第一格是封怪 掉的球基本上也夠消用 就是消如果現在想去享受這個法洛山的福利 其實比較依賴於殘球的 因為真的就是現在是3Q隊 3Q隊 白尼克其實和法洛山主要是消自身的問題 然後尼路這邊呢 就是全角色是可以只用E技能的 雖然Q也是一個非常好的補強 補強嘛 所以說就是相對來說的話 消只能說是可能說 消有法洛山之後的上限 和尼路這邊的下限 嗯... 也不能說下限吧 就是你消其實如果願意去壓充能 去提自己傷害的話還好 但是尼路這邊是一個下限隊群 消其實是一個上限隊群 還是決策上下限和個人的喜好問題 董哥人呢 嗯? 啊董哥人呢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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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斷線了吧 那我接著說兩句吧 消現在你想玩 一定一定是要去凹上限的 對啊 就我說的能讓自己循環吧 就 可是我 就能 該壓壓然後那個 流程該走走 可是消他的收尾能力真的 就特尷尬啊 像我這次第二間拿去打那個 那個空殼啊 結果剩下兩隻然後半殘的 我要不要開大就很懊惱 然後開大了把一隻殺掉 然後另一隻還故意留一咪咪的血 然後用 然後再用法洛山去去堆充能 然後堆了 快半 快半分鐘 就很難受那個收尾能力啊 所以 舒適度來講 我現在講 大家還是會偏向雪尼路吧 誒 我剛剛怎麼突然不能說話了 我靠 這個 掉下去了 掉下去了是吧 突然一下下去了 怎麼那麼奇怪 怎麼那麼奇怪 他是不是運營那邊不小心搞出了什麼 我剛剛是一直在說話 結果發現什麼 什麼聲音都沒有 我剛剛想問那個老師不是 就是那個 蕭你覺得有這麼大的操作空間 那我 蕭至少他 操作上 其實我覺得是 他至少是能讓你去操作的角色 就是 可以玩 對可以去那個壓充能 或者說可以去走流程 他是有奧的空間的 就包括蕭你什麼時候打那個高空 什麼打低空 然後走人 那個 走位拘怪 包括用你的那個高空 去使得原模改變一些他們的行動 這個都是有奧的空間的 嗯 你說那邊基本上就是你 讓誰打的都是這個 都是這樣 上下線差距很小 但蕭的話 你 你總算的玩的數量 玩的不數量 確實能來開差距 對阿 那個那個 尼路他基本上都是 完全 完全取決於你的那個 完全取決於生命的布局 他那跟你的操作沒有太大的關係 嗯 可是蕭如果沒有 蕭沒有 一沒有操作好 那個上線就會低於尼路 就他特別要關注那個操作了 蕭啊 你是指什麼 蕭的上 蕭的上 蕭的操作上下線 滿命的 我都以滿命來講 你是指拉怪 那滿命的 滿命的 對 沒有他一技能 常常上部流程就突出圈外了 沒辦法 那個滿命消失這樣 而且滿命你還得最後卡那個時間 如果是對群的話 拿時間去給自己兼你 為了為了確保循環 對啊 我用蕭隊現在的感受就是 那個班尼特230 240充門還不太夠用 對不對 對 經常到下一個循環就卡一下 就有點煩 嗯 你看看是一顆球 對 因為蕭他本身那個 本身那個 蕭他本身那個 怎麼說呢 蕭他那個本身 本身他那個走比較長嘛 然後你中間沒辦法 穿插 班尼特出來打球 他本身 雖然一技能他那個 CD比較短 但是你穿插不出來嘛 就導致你最後結束之後 你最後再切班尼特上來 吃一次球 他也沒有 沒辦法弄太多充能 你們平時 敗燒的時候 班尼特充能怎麼解決的 那你把雷特自己能不能 就是 班尼特還是堅持帶封印鏡是吧 我沒有天空 我沒有天空小刀 我封印鏡253 這麼高 253啊 好 那你太高了吧 你這個歐洲人 往斯比達 總之是我好像只有 只有那個 240多的樣子 就是 我大好想後的那個 湊出來也不一樣 反正240多是有點卡手 阿光你呢 那個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充能呢 就多A一下 然後讓班尼特多吃球 只能注意了 這一點 就手法上要注意一點 充能當然一定要保持 240以上左右 嗯 我也覺得就是說 雷電體系的話 班尼特的充能可以壓 但是非雷電體系 就一定要改掉 之前的那個 那些毛病嘛 就是 我高了對 我覺得200次是屬於 一個班尼特 在其他隊就業的 一個舒適的充能值吧 嗯 因為我一般 對一般250充能左右 那個 我是感覺夠用的 然後在消隊就感覺有一點 有一點卡手 阿光你說是 你說你 你的看法嗎 就有球飛過來的時候 就盡量讓班尼特多吃一點球 我是這樣 不是一般 一般都是讓班尼特自己吃球 嗯 我感覺還是不夠 再消隊的話 就只能多吃球 就多A一下 然後記得要讓他多吃球 也只能這樣吧 嗯 那光你覺得那個 消的那個配對跟那個 尼古猶物 會威脅到是不是 我覺得威脅的話是不至於 因為消的速度 啟動成本非常的大 在深淵 而且重點是他在深淵實戰中 常常收尾殘血的怪物的時候 體驗就 特別的不好 對對對 像我剛剛你剛剛 下線 掉線的時候我剛剛有 帶一個貓事物說 就是我這次 打第二間 那個 空殼 結果剩下兩隻空殼啊 而且都半殘 對剩下兩隻 一般都會剩下的吧 對 對 你如果打十盤的話 你覺得有多少盤可以全部 全部 完美的兩波全部收掉 就十盤沒有多少盤可以做到 這兩個都是 我 全部收掉 我其實沒打消打過上路 我覺得消打下路很好打 我就沒打消打過上路 你覺得上路不好打 對 很不好打 你要拉 拉那個空殼 拉空殼 我就是 我感覺我在測試的時候 經常都會漏掉一兩個空殼 不是 不是說漏掉就是他們血量也不一樣 主要是 你想想那個 那個 第一波主要是那個水空殼吧 他那個血量要後餓 什麼樣的 第二波是因為有那個 風抗的那個 那個大家伙 100多萬的血吧 嗯 你其實也挺難均勻的把他們全部收掉了 他的收尾能力就特別的不好 比如說 把他一直打慘了 剩意咪咪的 然後還要故意提早解開削的大招 然後去放法路上趕快 多充能 為了第三千做準備 然後凹充能 又凹了大概快半分鐘 就特別的難受 結果他的收尾能力不太好 就啟動成本跟尼路比起來 啟動成本差太大了 因為尼路是完全沒有 幾乎連循環壓力都沒有嘛 就尼路 尼路有什麼循環殺壓力啊 就根本就沒有壓力啊 尼路 沒有啊 就心海的Q可能會 有所影響 但影響不大 心海可以不開Q啊 對 就連循環壓力都沒有 心海可以不開Q 對啊 尼路只要跳三段舞 然後就有30秒的全隊秒爆核爆 蛋放 對對對 只要有水草就可以持續爆發 對啊 這時候突然就羨慕 隔壁的岩隊友 一個二倍多 這個隊友有個封貝多的話 就 會很爽 另外一點 法路上他雖然解決了消的傷害啊 但他還是有一點巨怪的問題 就他還是一樣會把敵人越打越散啊 嗯 雖然他法路上有稍微改善一點啊 就他滿命的話會一段時間巨散 對就稍微改 有稍微改一點 稍微改一點 但是還是有這一類問題 其實我玩笑的時候一般 我會把那個屏幕竖起來 我要看那個落點式的啊 就是 就是你要把那個落點把它往一個方向去砸 而不是說把它從中間往四周去砸 要從側面去砸 對 要徐克強壯走位 那不是體驗超級差嗎 玩得多其實還好 還是要習慣 有意思 所以啟動成本不一樣 然後基本上玩家還是會偏向安逸 跑輸出的選擇 像尼路 這比較無腦 所以說威脅我是不至於啦 我有感覺其實尼路跟蕭的那個 玩下來體驗差很多 尼路在堆穿的環境 基本上屬於是無條件爆灑的 如果只要敵人足夠硬 應該說他只要每個敵人的血量是一樣 就不要有一個200萬的元末 然後再帶一個20萬的元末 你快快的就把一個給炸掉 那就很麻煩了 對吧 只要他們血量晶雲就真的是亂打 比如說三劍鬼 或者說五條大骨一起刷新什麼的 那種是給尼路爆灑的對不對 那種雙龍器boss 其實也打得很快 雙龍器boss 雙龍器boss 還沒進身邊給尼路虐過 到時候等他進來看一下什麼表現 我們一定會是在家裡 我們是在家裡 低健康 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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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